基隆有一名冠妾 半夜里闯到民宅去偷窃 偷到了一只LV包 但是他突然看到 屋里头有一名白发老太太 坐在马桶上面睡着了 他觉得有点恐怖 就逃离开现场 那么检警找到施主之后 告诉他这个消息 这个屋主跟警方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施主说 他的老母亲已经过世一年多了 生前就是经常坐在马桶上睡着 邻居说人在坐天在看 有人在吗 基隆这家民宅去年遭小偷 理性贯切出狱又犯下22起弃案 去年他夜闯民宅 得手一只LV包包还想再偷 他发现屋内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 坐在马桶上睡着 他担心老夫人惊醒 寻原路门窗爬出去 转到别家去了 嫌犯后来被捕 捷警发现了灵异现象 认识这个屋主的对 认识了胖胖 胖胖的 你有看过他之前的他妈妈吗 他妈妈没有看过 先行调查告诉屋主案情 屋主确认 丢掉了一只LV包包 但大吃一惊地说 我妈妈已经过世一年多了 她生前常常坐在马桶上睡着 难怪失窃的当天 她梦见妈妈抱怨 天气这么冷 门窗都不关 邻居听了也说 人在坐天在看 带路千万不要走 记者朱丁龙报道 这个椅子是有一个 这样的风格 优惣 没有不关系